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门课叫做《爱情与社会理论》 这是我的《爱情三部曲》里面的最后一部曲 第一部曲叫做《爱情社会学》 那个大概是我最早上网的课 所以录那门课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玩了很多游戏 然后后来就慢慢不兴奋了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样 然后《爱情社会学》上网以后呢 曾经荣登本校点阅率最高的课程很久 一直到《红楼梦》出来 谁能比过《红楼梦》呢 输得心甘情愿 要输给维基分 我就觉得这里面有假 输给《红楼梦》是对的 那后来我也没注意这个事情 我是第一个通破十万人点阅率的 不是我一直点 没有我叫别一起点了 后来就没有任何兴奋感 所以我到了现在 路过《爱情社会学》 《爱情历史社会学》 那是二部曲 然后这个三部曲 本来考虑要不要上 因为这门课有点专门 但是这门课又是我最早开发 有关《爱情》的题目的入手处 我以前是教社会学理论 教了二十几年 你可以去看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的 那个录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个大概全世界 大概少数的课放上去的 台大很有勇气 因为这课没有几个人看 真的没有几个人看 我最近看了一下 有一万多点阅率 这样 没几个人看了 这个课太专门了 但是我教社会理论 我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要教你的话 我一定自己要先懂 我不懂我不敢教你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很多老师上课一样话 葫芦 他到底懂不懂 你也不敢问 他也不说 大家就这样混过去 我的课就是 你一定听得懂的 你听不懂的 我都会告诉你 这我不懂 你天资比我高 你就可以懂 所以这爱情与社会理论 我挣扎了半天 后来想说 人活到这个年纪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人能活多久 这你不知道 你们这个年纪 其实跟我一样 活多久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不会去思考 这个问题 我会思考这个问题 我可能活得比你们久 别说 现在有这把扇子 做助力 谁知道 有这大陆网友的加持 所以我每一个做法 我都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做完了 我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你们现在年轻 这堂课不休息 明年还有机会 老师你明年还会休 还不开这堂课 我想明年休 你都还有明年这种考虑 我这种年纪 慢慢已经没有明年的考虑 慢慢没有 不表示老师马上就挂了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一直讲这个 学生有人很担心的 老师你千万不要这样讲 你会长运百岁的 我说你谁啊 我长运百岁是你管吗 不要以为老师讲了什么 诅咒的话 老师就会被诅咒 不要以为老师讲了 祝福的话 老师就会万岁万岁 万万岁 那时代已经过去了 不要相信这种言语的迷信 不然的话 你从现在开始就说 加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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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时候会不会加签 我们最快的见 就两小时之后你就知道 甚至不要 所以这个 这堂课录实在是因为 要凑足 爱情社会学的三部曲 还有呢 想让你知道 虽然是社会学理论 听起来很无聊 很无聊 很无聊课 我保证你不会觉得那么无聊 比你想象的还要不无聊 我只能这样讲 所以尽量想象的无聊一点 OK 这样我才能写的不太无聊 然后教理论呢 很多人都限于那概念上 我教理论呢 是最喜欢把人生平跟概念合起来 他的生平要是不有趣 这个人我就不讲 所以这堂课跟一般的 社会学理论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不讲他们的别的什么 第一个我只讲他们的爱情故事 现在叫做八卦 通称八卦 所以我这个好像叫八卦社会学 可能将来再加一点易经 然后再穿一个道袍 我就八卦了十足八卦 所以呢会讲他们的生平 会讲他们生平以外呢 还要讲他们相关的爱情的看法 很多人都有 埋在一些很多人不注意的地方 会认为不重要的地方 爱情这种事情到现在为止 还是被认为是 这哪是可以登到殿堂的事情 虽然我的课已经那么红了 好所以这个爱情与社会理论呢 第一段课程说明 你大概手上都有 你如果将来今天没有拿到的话 今天印的七十份 如果没有拿到的话 你也可以上SEBA 将来你选上的话 你就算没选上 你希望有讲义 那SEBA的讲义会比这网路上的完整 因为网路上有时候有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然后告诉我一本书不能真影超过十分之一 那有些根本就是我自己翻译的 他又怕是我超人家的 你看这江湖的风气多不好 我还指出很多人翻译的错误 那这个我看书是很认真的 我做很多事情可能没那么认真 我教书看书是非常认真的 这点我是非常自豪的 所以这个课程的部分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大概从所谓的 在社会学叫古典社会学理论 到当代社会学理论 我们是挑着人讲 他有关爱情的部分我都不会跳过的 你说有些人为什么没讲到 比如说如果念社会系的话 土耳干为什么没讲到 土耳干是全世界少数无聊社会学家之一 真的非常无聊的 都你都看得懂 某种程度就无聊了 不是不好的意思 老师在这里讲话 有时候比较夸张一点 为了戏剧效果 懂吗 你看拿着扇子不也是效果吗 根本没用啊热成这样 对不对 扇子不太来风 不太来风 我应该拿个什么电扇之类的 所以呢这个 基本上是社会理论课 专重在爱情 所以有人就会先说 那我假如不是社会学的人 没有学过社会理论 可不可以修这门课 在我来讲啊 我每一门课虽然有一点点层级的关系 但是只要你认真一点 我不相信你会听不懂 你听不懂你问我 既然要开课了嘛 总不是说我就为那几个人开 你们修过社会理论 那不行 你们修外经社会理论 那不行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修的越多 你学的越多 你修的少 我还是会照基本功教你 所以你对这门课有兴趣 我建议你 如果可以的话 回头去看一下爱情社会学 如果你不看也行 因为这堂课有些地方会跟爱情社会学重复 在一小段 在那个时候爱情的基本问题 或那个相关理论部分 因为那是当代理论没有整理那么完整的 所以那个部分会有一点重复 那其他部分大概都不会有重复的 那还有一些书是我看不太懂的 我希望在最后一期之前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懂 那我们等一下再一一说 所以 还有这门课不是跟我这个人一样 我不是所谓辅导老师 我不是来这边替各位解决感情问题的 虽然有时候演讲呢 我扮演了类似这样子的角色 但是我真的不是辅导老师 各位如果有感情方面的问题 你要去找我们学校的心理辅导师 或其他专业人员 你跟他们谈完了 要来跟我聊天可以 我有空的话 我非常乐意跟你聊天 如果你期待我能解决你的问题 这是绝对是错误的期待 所以这边说 不要对我的课有错误的期待 是这样的 以前有些学生 那时候我年纪比较轻了 有些学生觉得跟我可以聊天 所以常常会在下课时间跑来找我 那你们都很忙啊 很多人都是五点钟以后来找我 五点钟你们才下课吗 还有人翘里点课吗 才会五点来找 然后进来通常都说 老师 老师 对不起啊 可不可以打扰一点时间 我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这讲一地几页 那是怎么一回事 就随便这样问我 怎么一回事 然后说老师 那我还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 这就是重点 你知道吗 以前我住在学校附近啊 这一问了就三个钟头这样 也是啦 有些学生后来就保持很好的关系 有些学生后来就没见面 不知道是不是怕老师都还记得他的故事 你放心了 老师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 记得是越来越少了 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了 你谁啊同学 老师你不记得吗 当初在那里哭了三个小时 好多人呢 你以为只有你吗 有时候呢上课 有同学跟我讲完故事 跟我说老师你千万不能讲出去 我答应你 我绝对不讲出去 结果后来上课了 然后他下课以后 他就说老师 你为什么刚刚讲我的故事 我没讲你的故事啊 那明明就是我的故事 他都不知道 他的故事跟别人故事是雷同的 而讲故事还有一个特点 我通常不讲名字 所以像有一些同学跟我很久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 或什么时候会碰到 他说啊老师这就是那位 谁谁谁 你就对号入座对上 讲故事不讲名字的重点 是因为这些都很有 对你们都很有参考 或帮助的价值 我不是那种喜欢八卦的 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是 但是因为你们很多问题 其实不是你们个人的问题 你们很多问题是这个年纪 或这种性别 或这种想法的人会发生的问题 有的时候点你一下 你可以节省很多功力 你就不必死脑筋死在那 中国大陆说法 就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我第一次碰到这句话的时候 吓死我了 有个大陆学生问我说 那阵子不知道为什么 来的都是这个问题 全大陆不知道什么地方来 都这个问题 都是男的问的 说老师啊我喜欢一个学妹 我也跟她表白了 跟她说她不喜欢我 请问我还要把吊死在一棵树上 就都这样 是有个 是有个范本吗 每个人就点了这个 然后说你就问春老师这个问题 他一定会回答的 然后来对照笔记 看我回答是不是都一样 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吓死了 天哪 你要是写信给我 最后吊死在一个树上 人家都有查你的最后写的那个遗书 就是写给我的一封信 你说我怎么办 他一定岳阳来访问我嘛 对不对 世老师你根本都不急着给他回信 害这个青年 上吊自杀 我就在大陆什么中央 什么央视 哪里我就红了 那不要脸的老师 你看就这样 在网络上说的 说的自己好像有情有义 就学生写信给他 啥都不回 可恶 我自己忽然间就想到这个剧情 当然不会发生了 我有时候希望自己dramatic一点 让生活多一点趣味 你知道我生活上是非常乏味的一个人 我每天最 每次其实最喜欢开学 因为闷了一个暑假 没人可讲 还有人问我说 老师你什么时候下课 这完全了解我的人 你要走自己走 我大概不会下课 你要小心 我这一讲 尤其闷了一个暑假 你想这老师 我这一开口就什么 如黄河掘蹄 什么滔滔不绝 什么你知道那个意思 所以这个课程就这样 有疑问的人请举手 我这讲太熟了 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 而且通常只有第一堂课 人会那么多 要赶快享受 enjoy the moment 到第三堂 可能就没那么多人 还不必等第三礼拜 有关这门课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课程大概是这样 等一下讲作业的问题 所以没有社会理论 也可以 你只要愿意学 你只要说礼拜一上午 刚好有个空档 反正没事 你反正以后也不会来 那就不必问 作业规定 这边有几个东西 几个东西 有时候要看 有多少同学修正门课 作业会跟着这个课的 修正同学不同 会有调整 目前想到的是第一个 大学生嘛 总得读几本书嘛 就是这样 所以要读书心得 但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呢 好像很多人都不会写读书心得 我觉得如果大学入学考试要考的话 应该加读书心得 考作文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 你读书有没有心得 才知道你念大学适不适合念 你要是连读书都没有心得 你念大学干什么呢 你就是会作文干什么呢 当网络作家嘛 会作文的人就直接保送他网络作家一个头衔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考作文没有太大意义 读书心得很大意义 因为你到大学来 大概是你人生最后的教育 你如果有一个基础 你大概就可以 老师教不好 你都可以自学学到不错的东西 我觉得在大学自学是一个非常重要 自己学习啊 自主学习啊 是非常重要的意思 你如果在大学里还期待老师 灌输性的教你所有的一切 你还不如去拜姑姑大神 姑姑大神之后绝对比老师多 没有姑姑大神 我大概就没办法教书了现在 我没办法骗你们 以前有个学生啊 刚有iPhone的时候啊 我上课他都在那边查iPhone啊 我一讲什么 他马上吵 我说那同学有没有看过 听过两头蛇的故事啊 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两头蛇 他马上说老师 两头蛇不是这样的 我说哈 粉笔 在这有一只 对不对 两头蛇嘛 有个学生说 不不不不 老师不是这样 两头蛇是这样的 我说哈 这怎么走啊 我觉得那还有一点道理 结果那个iPhone同学 就啪啪啪一查着 老师你是对的 酷吧 懂吧 能被iPhone认证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是iPhone Zero 两头蛇 还有图片 还有图片 我说你们真的是太厉害 我说我那时候只是念书 因为我们姓孙的 叫孙淑傲 对不对 斩死了两头蛇 记得吧 然后他就很好心 打了蛇说 哎呦 看到蛇两头蛇不吉利 那我看了就算了 我死就算了 我不能让别人也看到啊 就挖个洞 把那蛇给埋了 你看 这就姓孙的人做的事情 光荣啊 懂吗 看看你们祖先做了什么事 不要在什么夜店呢 聚众打人啊 把人打死了 那万一有姓你们的姓 你得好好考虑一下 读书心得 过去几年 我都觉得同学写得还不错 直到有一天 有个同学终于露出了马脚 同学呢 非常认真的认为 该隐证出处 所谓的隐证出处呢 他就写影制博客来网站 我说哇 你写得那么好 原来是博客来网站上面的东西 同学隐证出处不是那样的意思啊 你不是抄哪里 你就告诉人家我抄哪里啊 你参考跟抄是不一样 你参考以后啊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读书心得呢 通常现在先告诉你啊 不要说我没教你啊 读书心得你通常一开始要先写你读哪本书 不要以为说老师你知道的吗 就你指定的几本吗 你还是要写一下作者什么名字 如果是外国人 你当然最好把原名付了 不然有的时候呢 这个人写的跟那个翻译的时候很大的问题 我们在台湾翻成马奎兹的这个人 在大陆叫马尔克斯 我们叫马克斯人大陆也叫马克斯 那你万一知道了马克斯 你以为马尔克斯就是马克斯 这问题就大了 尤其现在我们有交换生 也有这个陆生 还有本地生 这个我改 你们自己写不觉得 我改报告的时候 我得适应很多状况 还有这交换生从世界各地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我要提醒 第一个作者要写出来 第二个书名总要写出来吗 但是有时候台湾翻译的书名 跟外国原书书名不一样 所以你也可以中文书名写了 后面一个夸号写上英文书名 像那个有一本书很有名 现在是不是还有那么有名 我不知道叫男女大不同 这本书英文好像叫做 男人来自什么心 女人来自什么心 这样子的书 那这个男女大不同 中文书名是差蛮远的 有些书名很像 所以这个你要写一下 付诸一下 如果那是中文书就没有问题 如果是英文书 当然都有翻译者的问题 那谁是那个翻译者非常重要 我们台湾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问题 那在台湾呢 爱的艺术这本书 弗洛姆这本书 我强力推荐的 但是我不表示他所有观点 我都赞成 爱的艺术这本书呢 最近有重印 台湾只有一个艺术 中国大陆好像有三个 还是四个以上的艺本 那如果你在图书馆借到 不是台湾这本 而是大陆的本 你总要告诉我 是哪一本嘛 因为有的翻译会不太一样啊 那当然接下来 艺术以外 如果中文书没有艺术就不必了嘛 艺术以外呢 就是出版社啊 哪一个出版社啊 然后年代啊 年代也可以摆 前面可以摆后面 哪一年出版的啊 这都很重要啊 那有的那个正式的书评 像美国社会学院看书评 还要写多少钱呢 你买书的时候 在外国外专业杂商 写书评都是书商送给你的 书商送给你的 我也被邀请过 在国外写书评不是小事啊 你是专家 书评是腰稿不是投稿啊 腰稿就表示你是那行的专家呀 我们台湾不太懂这个道理 可能是 所以写个书评 书评不算什么 只有一页 还有只有那一页 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的那一页 那一页所代表的是 那个人在这一行的reputation 那个人不用你去台大去查 能写书评的人 绝对不是简单的人 能拿到国外博士学位 国内的我不知道 我真的很坦白讲 国外博士学位的 大概人家都认可你的标准 所以你是大概是哪方面专家 这个大概不会有错的 像我以前博士学位拿的 写的论文是有关1949年以前 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叫社会科学史 我们这一个行全世界 全部人加起不到十个 后来就没人了 大概就在我们那几届 有德国人 有瑞士人 有我还有一个华人 现在在那边教书变华人 还有几个大陆人 加起来不到十个 所以呢有一个人出书了 要写书评就我们这几个在轮流评 不可能随便找阿狗阿猫评的 这是国外学术界的一个范例 所以不要小看在国外写书评的人 这是专业书籍特别是 所以你要练习学会读书有心得 这是你最大的财富 因为哪一天你毕业了 你看书不会人云云 你看书不会再去看书的背后 或者看博客来网站 说这本书是怎样 你念完大学 你就该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 这是念大学的重要目的 你念完大学 装了一脑袋子的书 都是别人的想法 你是想将来变成Siri 还是叫什么 小兵叫做网络上 这几天说十六岁的小兵 我觉得这些人都有练童症 为什么不来一个孙叔叔的声音 您的问题真是愚蠢 之类的 骂一下有些人很蠢的 这个时代要当头棒喝 这问题还问我 就关起来 语言系统自动关闭 这才显现出老师的尊严威严 去看书 去查Google大神 外国人骗死你 这都是办法 好了 所以这个读书心得 格式上要讲 读书心得怎么写呢 你如果不会有你的style 你有style非常好 如果没有最笨的方法 第一个 把这本书大概讲什么 写一遍 那你不要把目录抄一遍 这真的是笨到不行的办法 你只要用自己的方法 把这本书大致描述一下 这本书大概讲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摘要的部分 心得的部分 有几种写法 第一个就是跟你别的课 你学过的东西来交互参考 这样讲对不对 如果是呼应了你别的课 OK了 如果不是的话 你总有一些 我的经验跟这不一样 我听到一个故事 不是这样的 我在哪里看了一部电影 在哪里看了一个小说 他写的故事跟这是一样或不一样 这就是一种呼应 你把两个原来不相干的东西 可以牵扯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训练 好 那训练关于另外一点 你的感想 你们这代人的一个大问题 因为经验太少 所以没有什么感想 甚至很多人鼓励到不敢想 所以这门课的一个目的 也训练你感想 你知道吗 最大的财富之一 就是你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这谁都拿不走的 可是这要怎么训练 有开课的 我听说创意学程 是不是 台大航听上次有一个学生跟我讲 这个课我做到不错 好好去修一修 所以我这门课呢 也想在这方面略进棉薄 所以叫你写读心得 不是叫你随随便便就抄一本书 看看学长有没有 看看谁哪里有没有 就抄一下 你准备这样做 这堂课你已经失败了一半 就算我不知道 你已经自己打退堂股了 没意义的 所以这读书心得 读书心得讲一篇两篇 这边有没有写 没写 两篇 什么书呢 等一下再讲 先别急 两篇 记住了 不要到时候 说老师你说一篇呢 这叫录影纯正啊 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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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六篇 是吧 好 这是一个部分 读书心得 我想这是一个大学的基本训练 作为一个大学生 不管是什么科系的 不在乎字数 不要问我老师要多少字 我这个老师跟别人不一样 这也不是我的问题 我跟各位 在各位年纪的时候 我也是问老师 老师啊 我写一个什么东西 要多少字 每个老师都有答案 三千字 五千字 到了美国 我去问我老师 老师知道多少字 我老师愣在那 他说多少字 你能写清楚啊 我就愣在那 这美国老师太贼了吧 他说你能写清楚 就是那个字数 然后就引了一句 莎士比亚的话 叫brevity is a soul of wit 简要 是 soul of wit 是智慧的灵魂 我就 那就回去了 什么也不敢问 也不像至少 孔子的弟子说 哎呀 忠心虽不明 请示 私于以 我回去 马上办 现在英文叫 on it 就去做了 没 就吓得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现在我当指导老师 二十几年来 不断地碰到这问题 老师我要写几千字 我就把 忽然间老师上身 你觉得几千字 可以讲清楚啊 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问我 几千字的问题 不过呢 每个老师教学方法 真的不太一样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年轻的老师 作业摆在办公室门口 所有的报告第一行 要写多少字这样 我想这不是Google查一下就有了吗 为什么要写那个字呢 我刚开始以为是他们身份证字号 因为还蛮长的 只是第一个没有英文字母 或者老师最后会抽奖 说啊 这个字数是150367 恭喜你 中第一大奖 90分起跳 第二个作业 是我所有课都会做的 叫认识同学 这个作业是我这几年来的一个感想 因为呢我教书那么多年 我碰到很多人都问我 老师啊 现在年轻人啊 为什么都不跟别人来往 都只跟电脑来往 我说很简单啊 他们要想立志成为电脑人啊 现在人类呢 自从工业革命以后呢 所有人类的目标就是变成机器啊 你看变形金刚 然后机器以后你干嘛呢 就打斗啊 有这一本机器坐在那看书嘛 哎呀人类这本书实在太伟大了 机器人除了打斗以外他还干什么 然后要不然就变成卡车嘛 要不然变成跑车嘛 他能干什么呢 所以呢认识同学 你们为什么中国古话叫什么 十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棉 坐一艘船渡一艘船都要十年 你们修这门课万一还需要我加签 你想这是你多大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那你还不把握这个福气吗 同学都已经坐在这个屋了 那么热对不对 至少一起流过汗嘛 体意没有交换但总闻到味道吧 这样讲不太好啊 就这个意思 同学相互认识会怎样呢 你们都现代人 古代人 女的大概就不能在这屋了 那男的就要摇头晃脑的啦 子约学而实习之之之类的 我们已经不是那时代了 有这么好的时代你还不愿意彼此认识 我这堂课呢 社会系的人通常顶多一半吧 其他大部分都不是社会系的人 所以有些人彼此不认识的 就算是社会系的人 又学长学弟学妹不认识 彼此不认识 你不会借这堂课好好认识一下吗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所有的课都要有这个认识同学作业 这堂课大概最后会维持在五六十人左右 我等一下算一下这个椅子有多少 每个人多少位置坐反正到后有人就不会来了 这是很清楚的事情 有一年教社会学的时候 你可以在网上看到这门课 大概一百二十几个人 这门作业做最好的同学 访问到第九十九个人就突破不了到一百 他就很困扰地看着我说 老师我就是找不到那第一百个人 这门课到底有多少人 我刚才都不告诉你这门课有多少人 就他就卡在九十九 上不去了 就这门课后来一百二十七个人左右吧 为什么他访问不到后来的二十八个人 你知道理由的 他后来也知道理由了 我们就不用说了 那后来这门课呢 最糟糕的情况是去年 去年大概类似的课程里面 六十几个人 结果很多人交作业不到十个人访问 有一个人还只访 有不少人只访问了两个人 我想有前后左右 你是说第一排吗 你怎么只访问两个人呢 我后来就狠了心 让这些人的成绩 是A起跳就从B起跳 有个学生非常不满意 写信给我 我说你 我还不知道他问几个人 我说你问两个人 所以你是这个成绩 他说老师我为什么问两个人你知道吗 因为有些同学的作用 非常不齿 你不齿他的作用 你就惩罚我吗 你不齿他的作用 你就应该做得更好 对不对 让老师知道 这个教室里面有非常认真的学生 他不是 我是 怎么你要跟他比烂呢 这什么心理呢 这我到现在为止大乎不解 你不齿他 好 这非常好 有正义感 如果你讲了说 老师他也不过写三个人 我写两个人不过就差他一个吗 那你还没到那么无齿的地步 你既然不齿得很好 怎么后面的推论就错了呢 我快非常难过的 他说老师你没有说 写两个人的你要给人的成绩 我是没有说 我真的没有说 可是我没有期待 你只会写两个人吗 六几个你只写两个人 而且我不是马上叫你教 通常都在一个月以后 你一个月至少上课四次吧 每次访问一个人 你至少访问四个人吧 所以这些其实我要规定 如果你访问的人不到这门课的修设客人数的一半 听好了有录影 不及格 你其他作业都做了也没用 因为这门作业非常重要的是要你突破自己的那种心理奇怪的防线 为什么不敢跟人家聊天呢 聊三个问题要跟这课程有关 不能问电话号码 什么什么Facebook 什么这种东西的 懂吗 聊一点你真的有兴趣的 想知道人家也让人家知道你的这事情呢 不准填一个表格 然后发一下说帮我填一下 你是干什么 你在街上坐太久了吗你 不要这样 这作业不是你要来混 作业任何作业有创意都没有意义 你要好好做 我的所有作业都让你学到最大的东西 包括我的上课 我上课好好教 你作业好好做 我相信你这学期学到的是最丰富的一名课 教学是互相配合的 我一个人讲的天花乱坠 如果你们都不喜欢 那只有看电视的人得到好处 因为他不用来上课 他不用一大早起来 他在他最喜欢的时间 我的课程里面有人告诉我 说我都在烧饭的时候听你上课 听完还蛮高兴的 有个人说我就睡前听你课 听听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这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反正这有人看就好啦 反正我的学生都知道我很幽默 所以也常常忧我一默 这个认识同学作业他们做不了的 有一个学生还不让人认证大陆学生 我在这个电视上说的要做什么作业 他全部都做来给我改 我就真的改完就给他 认证成这样 懂吗我就该教那种人 他就该从电视那边爬进来 或我就该从电视爬出去懂吗 虽然不是七月 这也是不大多人不过七月 所以跟他们讲这个不太有意义的 好所以认识同学作业是这样的用心的 不要以为说这门课你学不到什么东西 你知道认识人是很重要 人他不会吃了你的 过去的学长学姐做这作业的心得 有人说老师我很害羞啊 我不敢跟别人讲话呀 但是做完你的作业有发现 呵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嘛 那有的人是纯心来跟正妹帅哥讲话的 所以你可以借着作业来测试一下自己的正妹度跟帅哥度 你可以研究一下 那有人很厉害 你们现在都流行自拍嘛 对不对 有个同学就跟同学访问完就这样自拍这样 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然后我顺便认识一下同学谁是谁 他写错了我还更正他 你们有人都不知道人家名字是什么 对吧 好啦所以这个作业有非常大的意义 非常大的意义 看起来是不用读书的 但是基本上 动摇了很多你平常的生活习惯 OK不准在网路上问 最后期每个人给我自拍 你跟他访问完了你就自拍一下 反正你们现在都有嘛 你到处可以删掉啊 懂吗 自拍不必印在作业上 我抽查 你要留到最后一堂课我抽查 我爽了我看你作业做太少我就看你啊 你有没有自拍你跟谁自拍 如果你会photoshop try me try me 你会东西我现在慢慢都学会了 就像你们爸妈一样 很多爸妈不学电脑了就为了控制你们 都学会了face time 什么证呢 你爸妈很多人都知道你们的密码 你知道吗 洗澡的时候别忘了关你的电脑 不要说我没教你 很多爸妈就趁你洗澡的时候进到你房间 哎弟弟啊妹妹啊那衣服哪来了啊 我就哦 什么 不要说我没教你啊 我这有时候是在家长团体跟学生团里面穿梭 我才知道家长这些撇步 随性测验不是性测验不要看错一个字啊 啊是上课情况决定 哈哈哈 好呃第一个随性座也来了 去参观台北市的两座庙 你姓教也没关系 我没叫你拜哈 我没叫你拜哈 你参观哈 龙山寺的月老跟这辖海城隍庙的月老 然后比较一下这两个月老庙 你看到什么不同的地方 龙山寺知道吧 捷运有一站 很大一站 啊那边有游民 请大家小心不要太晚去 啊龙山寺 狭海城隍庙在狄华街 拍那个什么电影的那个地方 啊有不错的餐厅的 啊那咖啡厅的 那地方现在有呢 然后你过年去的话 过年去太晚了 你过年的话有办年货的 啊台北市老街道之一 你去狭海城隍庙除了看月老这件事情之外 我建议你在里面找一个碑 那个碑呢跟龙山寺的地方 是有一点关系的 那庙非常小 不要到时候去一直问人家庙宫 然后庙宫到时候就来问我 我另外的课是要参观孔庙的 孔庙后来呢烦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啊听说就印了一个标准答案给学生 因为我的学生都会去问 你是台大的对不对 孙老师叫你来对不对 我叫你做作业是你要去查 不是你要去 懂吗有人就坐在屋里拜孤狗大神 也解决了问题 这都是道高与此魔怪障 你跟我这样学是没有用的啦 你要欺负我非常容易的啦 但是你不要欺骗了你自己啊 我的人生不会因为你欺骗我少一块肉啊 你的人生会因为你欺骗你自己 欺骗老师 你会少很多东西的啊 不要说我没教你啊 别的课上我以前说过 不过常会改啊 说我将来过世以后 要去应征月老那工作 所以等你们当老师了 叫学生去参观月老庙 可能说哎 老师啊很怪啊 这个月老现在长相不一样了 有那胡子怪怪的啊 好像跟你的老师差不多 那就表示我选上了啊 不过呢 最近发现月老真的很难干 月老真的非常难干啊 所以我决定可能要退出这个竞选啊 像神父熊一样啊 好吧 也有时候要讲一点政治笑话嘛 虽然以后再看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 以前新加坡人写信给我 说请问你在网络上教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新加坡人不懂 我还得负责这种文化沟通的工作啊 所以第一个作业哈下礼拜就要教 下礼拜就要教啊 所以你要趁着去峡海城隍庙 跟这个龙山寺 你去峡海城隍庙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建议你在下午一点钟以前去 有一段 有一家奇鱼羹米粉 一点钟收摊 好吃啊同学 懂吧 好吃啊 老师吃过一次 到现在变成代言人啊 有没有用什么油我是不知道的啊 我不用跟各位下跪 因为他一点钟收摊 上回有一个人去就一点钟去 果然人家收摊了 懂吧 不要说我没告诉你啊 你喜欢美食的人你要注意一下 你不喜欢美食这一切跟你没影响 好 另外还有新的规定 我会在课堂上宣布 会随性的 跟课程有关的 我不是一个很虐待大家的人 我是一个觉得有什么事情伟大事情发生了 各位可以借此多学一学 好 这是作业 有没有问题 作业等一下都有那个规定交的时间 请你记好 不要到时候收到 是我忘了 你忘了 我也可能在你的成绩上忘了给你 叫相忘于江湖 庄子早说了 不是这意思就是 有没有问题 这个作业部分 有没有嫌少的啊 如果你要成绩 你可以主动多加作业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先跟你说一下 什么意思 成绩当然是可以要 可以 但你要多做事情 我的成绩 基本上你所有的作业都交了 最后学期末你会看到 我大概都给你A 好 所以如果有五个作业 你就五个A 那个三颗星的都不算什么 我们可以改成星 然后改成米其林都可以 麦其林啊 面其林都可以随便你 你喜欢什么 我们可以用什么 然后三个都A 你最后成绩就是A 如果你需要A加 因为奖学金的原因 因为要出国的原因 因为要这那的原因 那你当然得多做作业啦 我这个人呢 有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 我为了鼓励 大家好好念书 好好写作业 不要担心因为做错被处罚 记住啊 不要担心因为做错被处罚 所以我给你们只要交了都一样成绩 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 没错 但是不要忘了 我的重点在于 不要担心因为做错被处罚 因为太多同学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内 都怕担心做错被处罚 所以做一个非常safe的作业 没有太大意义的作业 不会出错的 所以因为你怕出错 那你又不知道怎么做又做不好 所以你只有操 这是我当学生的经验 Being there done that 所以当老师以后 我觉得我要杜绝这种事情 我要让你至少在台大有一门课 只要你做了 当然有人会做得很好 我忍不住会多一个加给你 那有人会做得很差很差 我忍不住了就 那是你犯错我再教你 最后课我还是会教你 你错在哪里我会教你 但是你的错我不会处罚你 懂吗 这是很多老师不喜欢的地方 我也跟很多人觉得我这门课有问题 这成绩有问题 我都跟他讲 因为我希望他不要怕犯错 如果我一旦跟他讲你做得不好 他就怕自己就是不好的那一群 就不敢乱做 不敢随心所欲的那样子做 但我觉得这是对大学生创造力 跟那个的扼杀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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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这么多年书 我不知道 我绝对不是不知道 有人是来搭便车的 这些人我救也救不了 我坦白跟你说 上帝都救不了他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要救的那些人 就是因为怕自己 想做一个东西不敢做 我是要救这些人 如果你是这些人 你适合修我的课 我坦白告诉你 我知道这个风险 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我希望你是 是传统学习方法 人不要上我的课 或不要在乎我的成绩 因为我的成绩实在 对你这种想法 人没有太大意义的 我的成绩对那种希望 在一门课里面 真心的可以学到东西 真心的可以放胆的去做自己想做事情 这个是有意义的 好 那 大概作业就这样 因为我也没有太多时间改 所以我不需要收太多人 因为你的作业 我万一没好好看 那我讲的不都是自欺欺人的话吗 你的作业我没好好看 然后我还希望你好好交作业 这原木求鱼的事情嘛 我会好好看你的作业 所以你要好好做你的作业 这样才是我们师生要开展 这一年这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像合约一样 等下我跟你签了约 我会好好教你 我不会半途而废 我不会异行阑珊 我不会怎么样 我会准备好我的课程 各位同学应该在你下面发誓 我会好好修这门课 我不会因为这是礼拜一早上 一大早 所以我只是来这打瞌睡 吃早餐的 听笑话的 千万不要这样想 是来学东西的 好 我希望你的每个礼拜 是一个最丰富的一个开始 哎呀我进了这教室 跟我出一的教室 是不一样的人 是更好的人 这门课就有它的意义了 所以这是作业 基本上传统的理由我都可以接受 父母亲过世啊 爸妈过世啊 阿嬷过世啊 这种都是人间没办法的事情 迟到啦 这种事情 那是你自己要承担 不必跟我讲的 我的上课不必请假 你不要让我一天到晚 要到台大请假系统去签这样 有人参加球队啦 要去比赛啦 这都是增加我的烦恼的 你就不来就不来算了 反正两个礼拜后 你还可以学习到 我当老师 我当老师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当老师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是不好的意思啊 我一定会教到你 所以这个是我喜欢课程录影的原因 不然的话你还得再请同学录音 然后怎么样弄得很麻烦 这个反正学校都会好好的筛选一下 而且将来我是胖是瘦 你也不知道 要怀念我一看影片 就马上怀念就来了 对不对 而且影片还有一个好效果 每一个见到人都说 欸你比电视上瘦欸 你看多好 对不对 好这是作业啦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成绩呢 就是那样子而已 大概只有A 你做的不好 我会画 在打个歌曲画一个X 我觉得混得太凶 还是让你过啊 所以我的成绩只有不过 过 很差 过很好 大概就是三级区分 那你只要过了 你可以跟我阿议说我要过 从不好到很好 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OK 我们的大致说一下 大概要上什么 还有那个大致的内容 让你知道一下 决定要不要修这门课 如果你要跑到别人去 去听别的课 你现在可以走了 第一堂课就是今天 是课程简介 第二堂课呢 要讲一些基本问题 很多课程都没有基本问题 我的课程要讲一下基本问题 然后第三个礼拜 跟第四个礼拜 没有有差别以外 因为我要奠定一个基础 告诉你 我们要教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现在的 现在研究成果 我本来把这些 现在的成果摆在最后面 按照顺序 但我想 让你先知道 结果 像拍电影一样 你先知道 发生了一件凶杀案 然后在三天前 怎么样在追溯 这有时候是有一点 比较好的了解的效果 所以是这样 所以爱情分析一跟二 也许快一点 就一天就讲完了 一常课就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进到 第一个我要讲的人 叫Mary Wollstonecraft 我的古典理论 也从他讲起 到现在为止 大概只有 大概只有 女性主义理论会提到 甚至只有简简单单提到 Mary Wollstonecraft 把它当一堂课来讲 据我所知 或讲一个小时 据我所知 国内同行 没人这样讲 国外好像也没人这样讲 在一般社会学的课里面 社会学理论的课里面 为什么我要拿它开始 是因为我要告诉你 这个女人在所有的 我们认为是 古典社会学家 出生之前的一百年左右 这个女人就已经想到了 后来一百年 男人都还没想到的问题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女人呢 在那个困苦的时代 她从来没有像命运低过头 没看到她受什么教育 她为什么有那么睿智的想法 到今天为止 你都不得不佩服她 天哪 后来一百年 那些男的受了多少 好的古典的西方的教育 就脑筋僵化到那个地步 为什么这个女人 可以逃脱这种质固 她为什么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 为什么 这就是要 这堂课要让你知道 这堂课要让你知道 然后还有她坎坷的感情生活 坎坷的感情生活 这就是Mary Wollstonecraft Mary Wollstonecraft的孙女 后来写了Frankenstein这个小说 叫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所以她是 叫什么 那天有一个学生说 她什么什么之祖母这样 另外一个人是孔德 Auguste Comte 孔德这个人呢 是发明了 在西方世界发明了sociology 或是法文的sociology 这个字的人 所以一般称为她社会学之父 但是现在因为觉得 知父这种话太过富全 所以叫社会学的始祖 或者就是社会学的先驱 就是她 那孔德这个人呢 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 社会学在当初她的设想 跟我们今天社会学想法略有不同 但是后来人都不教她了 为什么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不念她了 可是很多学生呢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一种偏见 不知道是老师灌输她的 还是课本灌输她的 认为我们现在认为不重要的人 就是历史上的垃圾 所以我们不用学她 我一直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偏见 如果这种想法的人 我想很可能自己成为历史上的垃圾 什么学问有没有用 不是那学问本身的问题 是你能不能看到她跟那用之间那个关联 你不能看到 你不能说那学问没有用 是你没有用 或者你没有学到用这个书的那种智慧 所以你们现在大学一直在提倡说 哎呀你学这个科系有没有用 我一直觉得很困扰 有没有用 是你要学的东西啊 是你要去用的啊 我都告诉你怎么用的 你只能当大学老师 你到时候就变成流浪教师啊 哪有那么多这个位置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们 在高中 从高中开始 你们的家长就一旦的灌输你们 社会上也不断灌输你们 念大学最后目的就找到事啊 找不到事你就不是个人啊 你就不成功啊 这种烂系就不要念啊 赶快转系啊 有些学校的社团 怎么招生呢 听说就说 同学同学 加入我们社团可以帮你转系 哇 这既然也变成吸引人的一个方式 我真的非常的 对这个学校感到不齿这样 还有人被骗 你这个学校还会被这种方式骗 那真的是不知该怎么说了 所以孔德呢要教是因为生平有趣 他的想法也非常有趣 他想法非常的中国 所以他姓孔不是没道理的 我觉得是孔家的后代转到法国去了 喜欢吃法国面包吧大概是 接下来是马克思恩格斯 教这两个人呢 很多人会觉得 哈 这两个人的爱情生活丰富的很 我就不教他什么共产党宣言啊 这玩意儿了 那玩意儿就没去了 那在别堂课上我都有 你对那有兴趣的你去修那个 去看那个课 就告诉你这两个人的爱情生活 有趣到翻啊 你说哈 这是马克思啊 是他呀 还有证据的呢 我讲课哈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夸张 但都绝对每句话都有证据 好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讲义的原因 好 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人啊 这个人叫Zmail Zmail呢 大概在德国啊 这几年红起来 红起来又销售下去 因为他的东西不太好懂 那这个人呢 有几篇文章跟爱情有关 但他都讲的太过抽象 所以我尝试从他的生平 来重建或者来对照他的爱情的理论 我有一个非常夸张的说法 说你要如何成为古典受学家 或者教科书上古典受学家 有三大条件 第一 做学问要有钱有闲啊 第一 这个顺序当然只是刚好想到 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 第一你必须继承遗产 继承遗产 你就可以不要为五斗米折腰 你就可以好好的像天天放暑假一样 你时间很充分 思考就能够比较周密 像我一开始开学 为了准备上课的事情 虽然有些课上了很多年 要我再写书就很困难 因为写书需要完整的思考 所以如果有一笔遗产 你就不必好好 在学校教书 你就可以好好地写书 所以要争取遗产 第二 你通常写书呢 会是一种精神上相当紧张的状态 所以呢 在很多人撑不住 会发疯 所以第二是精神崩溃 不要小看精神崩溃这件事情 不要小看过动而这种事情 我最近发现世界文明的重要的创造人 可能都有这些毛病 我们没有毛病的人都是普通人 你看尼采那病得多严重 为什么我是这么聪明的人 神经病嘛 写书写的那样 为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还说上帝已死 然后就上帝说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结果尼采也死 所以同归于尽了 那第三 不是我主张的 但是这些人都有 有外遇 因为你精神生活 你把自己的理智生活压成那样 精神生活 不得不变成你的一个出口 没有好好想过这方面的人 很容易的就顺着你的性子就出去了 所以有三个条件 你看看 有些人都这样 托尔干从来没有过外遇 他也没继承遗产 他也没精神崩溃过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列入这条件 那其他人有吗 你注意一下吧 连马克思都有继承遗产啊 他的太太那边 他太太那边的一个人 是菲利普公司的合伙人 菲利普记得吗 菲利普 那个菲利普 Zimmer的爸爸 曾经是一个巧克力公司的创始人 那巧克力在德国还有的卖 叫Saroti 我那时候到德国去进修 还特别去买Saroti巧克力来吃 不咋的 真的不怎么样 后来发现 回到台湾 发现星光山越地下室的那超市 也有卖Saroti巧克力 这些人都不是平常人 要不富二代 没官二代 这边都富二代多 做学问不是平常人可以做的 接下来韦伯 那就更不用讲了 我现在正在写一个有关这个人的书 还没写完 写两个暑假的没写完 好 另外一个呢也叫Max 叫Schiller 好 那这个人的是哲学现象学里面的两个头之一的头 一般人知道的人叫胡塞尔 那Mark Schiller其实也是 差不多时间 那这个Mark Schiller 有些书谈情感的 那个 他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 两头创始人之一 他什么都给人家参一头 会坏一个两头蛇 不是没道理 懂吗 这是一个symbol OK 那接下来的 Suriken跟Peter Blau Peter Blau我上过他的课 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 那Peter Suriken我没上过他的课 他是俄国流亡在美国哈佛大学 1930年代的第一任系主任 他当时是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读书最多的人 Suriken 那他后来呢写了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 大陆叫项目 研究Alturistic Love 利他爱 人类真的要继续走下去 很多思想家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想毁灭 除了这种从生态上来寻求解决之道之外 在思想上在行为上在人际关系上面 我们 这个我们是指全人类 虽然只是西方人在想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那现在在神学界跟一些哲学界有人在提倡全球伦理的问题 希望我们要大家如何共处 除了生态上其他的原因之外 你看现在打开CNN 如果你有这个看世界新闻的习惯 全世界都还在乱 杀来杀去 那我们是刚开始笑大陆那边的游 哈地勾游 然后就游回来了 所以不要笑太早 懂吗 不要笑太早 这个台湾话叫 这样哈 王八笑 下鱼没尾巴 都一样 不是吗 真是这种很难过的事情 好 接下来 这两个人都讲的短一点 因为那是一个调查研究 Peter Block只有一小段 他用当时的所谓交换理论 来谈感情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 我知道有人从经济学立场 谈感情问题 叫爱的经济学 有这样的书 你就书馆找一下 可能书店不容易找到 还有爱的法律学 都有这样子的书 这个跟我们的立场不太一样 我不认为爱情是一个市场 虽然有时候讲起来很容易讲 我不认为爱情到跟法律有关 虽然有时候涉及到法律 所以这是不同的例子 然后另外这个人我不太懂的 就是Herbert Marcuse Marcuse的书 叫做文明 与Eros and Civilization 那本书我看不太懂 虽然二手书都信誓旦旦说 他就讲这个 我怎么去看 都觉得好像不是 但是我又看不太懂 我的笔记做完了 我还是看不太懂 所以这里我可能会告诉你 我为什么看不懂 如果我能把我的不懂交给你 你大概也可以学到 那不是你的问题 老师都看不懂 对不对 不过老师看不懂 不是坏事 有人问过这个爱因斯坦 说哎呦 老爱啊 你花了一辈子研究出来的相对论 将来学生也要花一辈子研究完 这不是很 他说不不不你误会 我花一辈子研究 将来的学生可能只要花五分钟 那当然要聪明的人啊 我到现在为止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叫相对论 对不对 你们可能有人知道 我不知道 一样的逻辑 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不懂的事情 可能你们可以突破 这样才有人类繁衍的目的嘛 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你能做到 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嘛 如果做不到事情你也做不到 我们在繁衍后代干什么呢 变成外星人的食物吗 养殖场吗 我们是 哪一天他们就说 哎呦 这人长大了 又两千年了 长得还不错吧 拿来吃一下 又肥滋滋的 又地沟油 对吧 然后我们就把外星人给害死 我们把自己变成毒物 然后把地主全部的外星人 外星的宿主 全部把他害掉 厉害吧 这电影应该有拍过吧 接下来是Giddens Giddens的这个 在80年代非常非常的火红 红到什么地步呢 红到我们九把刀 这英文名字就叫Giddens 人家的last name 变成他的first name 我也是听到 我说哈 那表示学生很崇拜他 九把刀念过东海大学的 社会学研究所 有没有毕业我不知道 这是学生告诉我的 这个网络资料 你们去查一下 学部九把刀 现在是我们这行最红的人 跟我们这行有关系最红的人 应该这么说 所以我曾经开玩笑 他九把刀 那我根本就火药库嘛 这样 这是纯粹开玩笑 我怎么能跟他比呢 绝对不行 好 接下来是贝克夫妇 贝克先生我见过 在慕尼黑大学 我1997年去德国访问 到了慕尼黑 就去访问他 因为有个学生 现在是老师了 就是他的当时的学生 然后就到他们慕尼黑大学社会系 那个楼梯间呢 都摆着老师的照片 我们老师照片是摆在二楼那边 楼间摆老师照片 谁谁 到了贝克就是一瓶啤酒 德国有个啤酒牌子叫贝克 就是他的last name 我就哇这家好酷喔这样 贝克 没有摆照片就摆一瓶啤酒 我见到他人还蛮谦和的 我买了书给他签名 他就say thank you 实在是水准不太高 我的美国老师都想的那种什么 with collegial regard with collegial respect 我连那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他就写thank you 这样 我觉得酷刀不行 而贝克的太太是一个心理学家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她那本有名的书已经出版了 我就问她说 请问你还会再写吗 她说我不会再写这本书了 不会再写这方面主题了 所以我是从她的嘴巴中亲口听到 我们是用英文交谈 不是用德文交谈 当然更不是用中文交谈 然后接下来一个人呢 这也是不懂之不懂这样 叫鲁曼 鲁曼的那本书叫做爱情作为激情 这本书有中意本 中意本出来以后呢 出版社找到我 说孙老师 你可不可以写一个导读 我说我看不懂 我英文本看过 看不懂 我说好吧 那我就来写一本 写一个导读写 我为什么读不懂 鲁曼 结果我说你能接受吗 我想说这样她一定不能接受 对不对 不能接受 我就省了这个事情 我这边人拒绝人家都非常的诚恳的 结果她说好 好 我就写出了一篇导读 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那本正文 我给你保证你看不懂 所以你看我的导读 万一我导读你也看不懂 我对不起你啊 我觉得我导读应该可以看得懂的 大陆有个学者 听说我替那本书写着导读 说孙老师 因为他买不到那本书 孙老师你可不可以把导读罚给我 大陆人很有趣 觉得知识共享 常常有学者说孙老师 我那奖役也没办法下载 你就全部发给我 我 是的 我就慢慢去下载吧 让我点阅率充高一下 对不对 有的人我不认识你 我不知道你要拿那去干什么呀 我不是很在乎这种事情 但是我还是有一点 你熟一点的好像跟我要比较好吧 你不熟就好像一副我该给你的 这态度上面我不觉得很好 也许我慢慢改进 我不是真的很在乎那种事情 你不在乎你就发给我吧 我在乎那态度 OK 在乎那态度 鲁曼这个事情就发给他了 他说算了你看得懂 我说不不不不 我完全看不懂 我还花了一万字告诉你 为什么我看不懂 我说要我看懂 要符合这个条件 他没有 从某种程度是另外一种批评 那为什么我们看不懂的东西 我们要把它当成宝呢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 你从小就念过那神话故事 一个小孩看着国王 没穿衣服在大街上走 旁边大城说 国王这衣服真漂亮啊 只有那小孩说 国王没穿衣服 我们为什么失去了这种 我看不懂这本书 我为什么失去这种 非常非常童真的这种诚实 你写读书心得 看不懂 教授看不懂 看懂地方 你要说你看懂在哪里 到现在为止 我没发现几个人读书心得 可以把自己看懂地方 跟看不懂地方区分出来 看不懂就跳过去装作懂 你当学生都这么玩 你当老师你还能不这么玩吗 所以到后来 你的学生就觉得 哎呦看不懂是我笨啊 我笨那就不行了 我念台大呀 这笨要让老师看到 这不是很糟糕吗 你的心态就完全错误 学习就让老师看到你笨在哪里啊 老师才知道怎么救你啊 除非老师也笨到不知道怎么救你 那大家就一起笨下去 然后一学习就结束了 你不觉得吗 所以我的课堂上不应该有笨问题 任何问题都是valid 有些人说不好意思耽误老师时间 嘿 解决你一个问题 比耽误时间要问题要大了 要来得宝贵啊 你的问题带着回去了 你问题还在脑子里啊 万一得脑瘤怎么办呢 那你说哎呦这个人死了 怎么死啊笨死啊 你看那么多问题 他都没解决 那瘤就越长越大呢 我都想写个科幻小说来讲这种 学生是怎么死的 学生之死 然后最后老师死了 为什么 因为老师害了太多人 那另外一个是曼啊 都是曼啊 包曼呢 这个包曼呢 这个老头 发明一个概念 就是写十本书 那老头现在写书呢 都随心所欲 你都不知道还写什么 他有本书叫liquid love 叫意态之爱 我很想写 我很想把它改成变态之爱 我跑去买来看啦 也有人写的导读啊 不是我写的啊 不是因为不是我写的 所以我忌妒 不是这样 你看我的导读 看看别人导读 那写导读的是我学生啊 也很认真啊 你看你看得懂 看不懂嘛 意态之爱 那不是他写导读的问题 是意态之爱 他就开始那样 这样一潭水 你知道吗 往哪走你都不知道 水往低处流 你可以去看 这基本书我都建议你去看了 这都是很流行的书 你看得懂 就表示你赶上流行 你看不懂 流行就是有问题 很多同学很奇怪啊 身为大学生了 看不懂书 还说哎呀都是我程度不好 老师 你是怎么进来的啊 你是那零分 然后后来什么满积分 咯咯咯咯咯你就进来了嘛 那是高中吧 所以呢 各位要念书 要有一个自信心 你都已经在这个学校了 如果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的 那个台湾的知识分子 是一个金字塔 就像金字塔太外国了 我们应该讲一个稍微本土一点 你每天都碰到 如果金字塔是个玉饭团 那你就是玉饭团第一口啊 就是金字塔顶端啊 我们翻成现在的话 就玉饭团第一口啊 连你这玉饭团第一口的人 你都看不懂的东西 请问 在这国家有几个人看得懂这本书啊 大家都在那装文青啊 在一个人的咖啡店那样看 哎呦 看不懂就看不懂啊 孔子已经告诫过子路了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你以为他讲相声啊 看不懂就看不懂 你读心得就要发挥这种看不懂的功能 懂吗 那再多一个礼拜 他的书我看不太懂啊 我知道他的idea 啊 现在是个流动的社会 是 然后呢 所以爱情也是流动的 然后就把这个放出四海阶段 那等于是没讲话呀 那就不需要去研究了 你知道吗 我已经发现一个定理了 然后从这定理演绎出来的东西 都符合这定理 那你还研究什么呢 你就坐在屋里吧 谈玄吧 然后这老头的书 因为轻薄短小 所以外国出版社爱出 中国出版社也爱出 所以他每出一本书 大陆就马上就有一本 因为很容易翻译 因为没看得懂 纵容的老头 好 所以我现在大致跟你讲了一下 然后这书呢 你看一下 接下来是各州参考文献 讲课的时候要轻松一点 念书要很认真啊 这样你讲的每句话都很扎实啊 懂吗 不要说哎呀 孙老师那样讲的都随便讲讲的吧 书上有吗 下礼拜还有讲义 你看过第一堂课就给你这么多讲义的人 你就知道他以后会有多少讲义了 我的古典生学理论讲义好像七百多页 我记得快下二十几年的功力啊 最近有人要找我去讲一个什么事情 我说不行啊 他你上次不是在同样的讲一个什么吗 我说对呀 你知道吗 我讲那个事情 我准备了多少年 我准备了三十几年啊 我就等着那个机会啊 各位读过欧阳修的双刚签表没有 非敢还也盖有待也 我老爸已经死了 我都没把他买账 都没那个写个表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还不够格啊 等我等我到了时间了 到了机会了我才能光中要主啊 做学问要等到那个时间啊 当然现在的风气不好啊 制度上就要求老师很年轻 就要发表什么就要发表什么 那都是将来后悔之作 年少轻狂之作 结果那个人说那你来帮我这个 怎么样帮这个忙 我说不行啊 你这书我连看都没看过 而且我不是这专长 我不是那种花三个月就可以变成专家的人 如果你认为我是很可靠值得信赖的人 你就不该叫我去做这种 会毁坏你跟我名誉的事情 各位懂吗 这样子我们才有reputate 才百年老店啊 百年老店不是去买了人家的油啊 百年老店油是自己做的油啊 好啊 然后不能一出事说对不起啊 我也是相信GMP啊 好 第二个礼拜大概有这些书 这些书大概都跟爱情社会学差不多 因为这个当时准备是差不多的啊 那只有一本书 这本书呢如果你英文好一点 叫Harmless Lovers 这也是在我教以后他输出来 不是我学着他的啊 我发现他想法跟我大概差不多 讲的人也比我少 大概讲的差不多啊 如果你要对照一下孙老师讲的 跟外国人讲的有什么差别 我与其老王卖瓜 不如你自己去看啊 不会太困难 但是他讲的都很抽象啊 因为篇幅的关系 我讲的比较具体啊 好 但是各有擅长啊 那爱情的分析呢 主要几个现代做法 第一个部分是有关怎么样 社会心理学如何测量爱情的问题 很多人会问我老师啊 爱喜欢跟爱有什么不同 我到处碰到这个问题 我从来不解答啊 为什么因为这问题有时候 他要问的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解答的原因是因为 有东西可以看啊 会看的更完整更详细啊 我干嘛用一个简单的话 让你认为这个答案就那么简单呢 有些答案是很复杂的 我就叫你 你真的想学你好好去看 就像很多人知道我学社会学啊 就问我说老师啊 那社会学是什么 你如果是我的理法师随便跟我聊天 那我也随便跟你聊 你如果是我的计程车司机 我做你的车 你问我我也随便跟你聊 如果你真心想知道 我都说那你去看我的网络上的课程 那会讲的比较完整 我与其在这边讲两句话 把你骗到没什么意义的 那这个在第五页到第六页 那这些文章 网络上尤其你在进了台大的那个IP 大概都可以下载这些文章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有时候刚开始看会有点困难 但是这东西就这样 你看第一遍有困难 第二遍困难就少一点 有一天你就发现困难不见 像学习脚踏车一样 我每次都说 学习脚踏车哪有不摔倒的 有个学生就下课就读我 说老师我就是那学习 这没有摔倒的人 干嘛呢 那只是一种说法 OK 我就怕天下乌鸦一般黑 白乌鸦就出来找我 你没看过我吗 需要都这样吗 这样话就很难讲了 你知道吗 好啦 所以这一段这几段呢 都是这样 我都有文字说明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 有哪几派人 我就大致说 到时候上课的时候 大致说一下 这些都不是你读书心得的范围 不是 我不要你读这些书 不是 OK 你读心得在后面 好 接下来 Marie Watsoncraft 有一本女权辩护那本书 那本书 那本书你能看也好 但那本书也不是太大的重点 重点在里面几句话 所以我并没有要求你要念那个 那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念 Harmless Lover相关的部分 老师东西要哪里找 东西要自己找 你已经不是小baby了 我什么都把你准备好 我也不是你爸 也不是你妈 妈 晚餐呢 晚餐在冰箱里 晚餐呢 晚餐在seven 这都是替你准备好的 然后接下来孔德 我是全世界少数的孔德专家之一 不过这世界上现在显然不学孔德专家 这堂课呢 我有准备一些图片 那图片因为放映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版权的问题 所以我会请助教把图片全部放在CBA上面 你去下载来看看 那我们就没有版权的问题 因为没有公开散播了 所以看电视的人就麻烦一点 因为他看不到那图片 有些是学生去帮我造的 像我孔德之家 我1997年去的时候 孔德之家放假 所以我没进去 就是孔德生前的地方 变成一个纪念馆 后来学生在法国念书 问我说老师我可以带什么礼物给你 我那时候还没开始发展 Starbucks杯子这件事情 我就说你要不要去孔德之家 帮我造个像 我就告诉他地址在哪 我说你就进去通关密语 就告诉他我们老师要我造内张椅子 记住内张椅子 我不知道画文该怎么说 内张椅子 他就傻傻的去了说 我们老师叫我来造内张椅子 结果那个小姐就跟他说 那边有一堆椅子你去造吧 结果他就造了一堆椅子 其中我就知道里面有内张椅子 你可以去看一下内张椅子 我好像那图片的名字就写内张椅子 其实是一堆椅子 可是都是一个样子 好这就是孔德 孔德的书呢大概不太好找到了 都有点老 那接下来马克思恩格斯 有几本书你可以看一下 二首书有马克思背后的女人 这本书写的也是有根据的 不过这出版有点找不到 现在找不到找不到 另外一本是大陆出的 也不知道图书馆以前有跟北京大学交换过 所以早期的时候我没发现这本书 后来发现台大图书馆也叫 卡尔马克思夫人传 你看这人多可怜 连死了以后还叫卡尔马克思夫人 他叫什么名字啊 燕尼威斯特法伦 你看连死了都没名字 另外你可以 台大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你看第四十卷我讲的这些页数 都有非常有趣不然的话 我反正上课讲也会讲 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主动演 还有呢马克思至 保尔拉法格的信 这封信写的非常不马克思 好那一样 Harmist Lover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段落 第八周的时候我们会讲齐梅尔 齐梅尔现在他的那个 你大概看得到的是下面两篇中文 他最早分析卖弄风情的这种动作 跟行为跟他的背后的意义 那有一篇英文叫 On Love A Fragment是表示他那篇文章没有写完 尼威尔非常厉害 他的太太也叫Gertrude 他的情人也叫Gertrude 各位知道吗 这就是你做梦都不会喊错的名字 这真是智慧 不要说老师没教你啊 所以你一旦跟一个人建立关系 他说 这样子好了 为了表示亲爱 我就替你取个小名好了 千万记住 你要取小名自己取 这样就你知道他会不会喊错 如果他取他绝对不会喊错 记住啊不要说老师没教你啊 记住啊要取小名要自己取啊 不要让对方取啊 这样你可以测验出他取小名是不是有别的用意 如果他尊重你 第二还可以测验他尊不尊重你 他如果尊重你那当然就你取小名 你就取那种九个字的很难记的 诚意啊对不对 像那个原住民的名字都很长啊 那你有诚意你就要把它记住啊 你没诚意你说 你的名字太长我没办法记 这什么态度啊 这态度不对 记住啦 好好去想一个名字 以前原住民同学 开始使用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我跟着有一阵子非常痛苦 因为名字真的很长 后来发现要尊重别人 就花时间念 这就是诚意嘛 对不对 你要人家尊重你 你要尊重别人嘛 不要因为人家名字长 你就觉得背不起来 背不起来那你就不要建立关系啊 这顺便讲一下 我们以前到美国念书 你们现在大概很多人都有英文名字 我那个时代呢 是碰上民族主义时代 民族主义时代什么呢 就是那种心态 我们都能叫外国人的名字 他也要能叫我们的名字 这才平等啊 我们都叫他John 他也叫我中兴 所以我们就没取外国名字 到了美国去念书 老师跟同学都非常痛苦 第一次很客气问你说 How do you pronounce your name 你的名字要怎么念啊 客气吧 你讲孙中兴 讲完你就要顿一下 那时候音乐要起来 你知道吗 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 那种音乐 对吧 我都觉得这是有配乐这样 那老板说 韦大利 就类似那样子 然后后来老师好不容易学到 就匆姓 我说谁啊 每次匆 还有人叫我匆 你想你是在打喷嚏呢 后来我就问了那些有外国名字人 就是台湾那时候去的 我说你看我就没有外国名字 说外国人就不跟我来往 不知道怎么称呼啊 我觉得这个我就决定要改 我觉得那民族也没意思 而我的同学说 不不不不不 我有外国名字 他们一样不理我 所以我后来发现 这可能不是外国名字的问题 你们现在都有 我觉得也无所谓 可是有人呢会把人家的 所以last name变first name first name变last name 我也搞不清楚 然后有的是简称 你会被当成名字 譬如说外国人 虽然简称叫Bill 包括总统叫Bill Clinton 他签名的时候 是William 他的真正名字是William 外国人有一套那种欺负外国人的 外国人有一套欺负外国人 你懂我的意思 那我们民族主席 我们刚才去啊 他叫Richard 可是他都叫Dick Dick又是骂人的话 不是Richard吗 Richard是老师念的 他们自己朋友之间不叫Richard 有人叫Lisa 有人叫Lisa 不同一个字吗 我prefer这个念法 很麻烦 Caroline 有人叫Caroline 有人叫Caroline 有人叫Kathleen 有人叫Kathryn 那口水都已经喷到 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觉得欺负外国人 好嘞 这是名字的问题 接下来韋伯了 韋伯的故事非常多 他太太写的传记 当然都没这个部分 全都把那个 人都在里面 那些他外遇对象 全部都在里面 但都没提到 那人是他外遇对象 那后来出了一本新的传记 从他的书系里面重建了一些 那有些外遇 你从现在这种立场来看 好像也不是特别严重 也不是那种在床上翻来覆去啊 那种好莱坞情节那种 也不是人家就是知己嘛 怎么说呢 现在你们都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啊 那韦伯的书非常非常多 其中有一段还特别谈到性爱的领域 erotic这字呢 有时候翻成性爱 你会觉得 啊啊啊已经十七线了 十七近了 十八近了那种东西 其实未必了啊 他只是注重情欲这样的东西 这样啊 那这个在这个时代 已经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了 好 那接下来是谢勒这个人 谢勒这个人的情感生活也非常特别 啊 然后他有这个情感现象 就是这本书 最近啊 中国大陆出了一套谢勒的书的全集 我都买到 那这个第二本中一本爱的秩序 爱与认识 好像又重新在印啊 呃 所以这个出版的资讯有时候有点旧啊 希望大家这个 这是我暑假前做好的东西 那那个谢勒那本书好像在暑假中间出的啊 接下来这个Sorokian这个书 我以为都没人看了 要买他的书非常不容易 结果中国大陆竟然翻译了 恒大一本叫爱之道与爱之力 听起来像是 做面筋的或者做什么沙拉 那什么花生的什么电脑件的那个 爱之道与爱之力 很厚一本书很好看 因为它是个调查研究 他告诉你啊 他去调查这个要调查邻里关系 这种利他之爱 他是又把它当成美国邻里关系来看 然后多少人代表什么意见 这是1950年代左右 1950年代左右的调查 所以是半世纪以前了 中国大陆现在是赶得非常快 因为台湾地方小 这种书大概不会 大概不会有几个人买 就不会有人翻译了 那Peter Brown那个书 非常非常枯燥乏味 不要说我没告诉你 那你只要看的话 只要看其中十页 如果看完这十页 你能够撑下去 恭喜你 你就不必再看 这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本书 我上他课都非常痛苦 我上我们老师课 我就坐在那个角落这样 研究所的课 坐在那个角落 让他看不到我这样 所以那些期他到底上了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我经常在路上看到他遛狗这样 然后我都跟他打招呼 我说Professor Law 他就 就这样 所以花了大钱在美国念书 结果没跟老师讲了什么话 也没跟老师学到什么东西 浪费钱 我又不是富二代 我要富二代就算了 还可以买个跑车是吧 然后开在街上撞 让人家知道我有跑车 撞烂了 人家才会说 哎呀那跑车不是谁开的吗 对呀我有 我还可以再买一台 酷就酷在这 不要以为说 那人技术很烂 不过那人就告诉你 他有能力撞坏跑车 还可以再买一辆 懂吗 这是那人撞到电线杆的意义 那接下来 我自己讲完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 Marcuser Marcuser这本就是我看不懂的书 《爱语文明》 很早就有大陆的译本 也不是翻译的问题 我通常不先看译本 我通常先看英文本 我英文好到 某种程度可以当翻译的修改者 那这是努力的结果 十几岁的时候 就有长辈告诉我说 忠心啊 你要立定之下好好学英文 在那时代 还没有Google翻译机 他知道Google翻译机 更要立志好好学英文 翻译机变成Google翻译机水准 那还得了 Google大神查资料很好 翻译还不行 他说你要立志在30岁以前 能听懂英国BBC广播 这在我的时代啊 听懂BBC广播 你就可以得到世界上 最完整的资讯呢 那个时代 台湾还在戒严时期 什么东西都不能都封锁 也没有网络也没什么 政府告诉你什么就什么 课本告诉你什么就什么 世界非常的狭隘 你要突破那个狭隘 就是BBC广播 听短波收音机 短波收音机 你才不知道怎么 就你要晚上听 然后那收音机的搜讯非常非常差 然后就有那种 那种坡一步声 然后会这样 This is BBBC 这样很好 其实你们现在那种 通讯都好到不行这样 你都没有那时代 我到美国念书 就有一个人说 那个一个笑话 讲一个苏联人投奔自由 投奔自由 当然到美国念 他投奔自由就说 你的英文为什么讲那么好 他说 What about here 学 BB C广播 他那天那个短波信号 都把它当成是语言的一部分 那你们这时代不一定觉得那么好笑 我们这时代真的觉得好笑到不行 你知道吗 好笑到不行 现在网路方便到这种笑话都没了 有点可惜 也许为了创造笑话 我们该回到那种时代去 这才是大笑话 接下来Giddens的书 你们可以看看Marcuses的书 如果你想挑战一下 这孙老师太笨了 还怎么样 这本书不好看 你看一下 这本书开始 这本啦 那个Sorokin这些你都可以看 都可以当做你读书心得的部分 对 接下来Giddens 他更可以当读书心得的部分 这本书到现在很好买 台湾版大陆版都有 台湾版是我的朋友翻译的 翻得不错 另外我有一个书评 这个书评你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好像有PDF版 PDF版我可能会请助教放上那个C版 你就可以看到我当初怎么写的这本书的书评 好 那贝克夫妇的这个 我也有书评 这本书 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样讲好了 这个出版社不是一个很差的出版社 很有心的出版社 到今天我还收到他们一本书 是我学姐写的 叫性爱是大事 她做的研究 可是因为这个跟爱情社会的关系可能比较大 这跟我们爱情社会理论相关度就比较低 叫饮食男女的中西比较 我学姐做事很认真的 强力推荐你们可以看这本书 不过这个出版社呢 有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呢 在学术翻译来讲不太好 我们学术翻译呢 是外国书如果它有强调有重视的 通常在英文里面 除了书名以外 在拉丁文外国买来语以外 它强调字会用邪体字 那翻成中文以后呢 你就用出黑体 表示这是元书强调的 我们在学术学做法都这样 德文的话 他会把那个字放松一点 表示那个字是他强调的字眼 可是力学出版社有时候就会 根据编者或者是谁的 他自己会把它出黑体 元书没有的 他说这很重要 所以那出黑体比元书多很多 那你读书不认真的 你以为这是元作者强调的 那这问题就差很大 那那些话确实是蛮重要 坦白说 但不是元作者的要强调的话 懂吗 听懂了意思吗 所以这是一个某种程度来讲 很小的事情 如果我们严格从学术来看 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你看他的书要特别注意 尤其那出黑体的部分 有些是元书强调 有些不是元书强调 那有些出版社不遵从这种做法 他不管 他完全不做出黑体强调 所有字体 就只有字体不同 没有出黑体强调不同 这是你在念学术书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叫学术通俗书 那这爱情的正常性混乱 也是轰动 最近我看好像又改版了 还怎么样 这本书有几个人翻译的 接下来的鲁曼 鲁曼就我刚刚讲的看不懂的书 如果你看得懂 不要说孙老师说看不懂了 你就认为你也看不懂 我说看不懂 你应该有一个心情说 那我来试试看 也许我看得懂 要有这种心态 我不是说我看不懂 所以你们这些小子也别想看得懂 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这样的意思 懂吗 我希望我在表达这个时候 可能语法上 或者是口气上跟你们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看不懂 我已经写了一个导读 告诉你为什么我看不懂 如果要看得懂 他要论证的主题 有时候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做 也许比较容易了解 叫我们当老师的人 有时候讲课 你用这个方式讲 学生会不懂 你换一个方式讲 诶 学生就懂了 我们就应该找到 学生能懂的那种方式 论语里面有一句话 你大概也知道 孔子说 举一语不语 三语反 这不复也 这复其应该念复 一般老师都说 我告诉你 一桌子有四个角 一个角是九十度 你还不知道 其他桌子三个角都是九十度 那我就不教你了我 听过这样解释的请去说 没有 你们这句话听过的请去说 没有 天哪 你离那么远啊 好吧 那我还要继续讲这个故事下去吗 好吧 所以有一种说法 在我念书的时候 就是说一个角是九十度 那其他上一个角是九十度 这是解释孔子这句话 举一语不语三语反 所以我们叫举一反三 现在有成语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不对啊 孔子这样的话 怎么能成万事师表呢 我们台湾的交集还没到啊 孔子这样就是一个很生气的老师啊 那么笨 你都不懂 你没想到 那我不懂是因为你不会教啊 所以孔子应该好好地想说 我教你不懂 就是因为我没找到 那个教你懂的那条路啊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角 你不知道其他三个角 那也许我把四个角都要告诉 其他四个角都要告诉你啊 我要用一种你懂的方式来教你 而不是一种我会教的方式来教你啊 你应该懂我意思嘛 就算你不会背这句话 对不对 这个讲得白一点 就是顾客导向嘛 你要吃什么 我一个朋友去餐厅 点一个餐厅没有的菜 那个服务生非常的困扰 说先生对不起 这个我们餐厅没有 我的朋友非常自尊说 他会做这个菜就一定会做 我刚刚告诉你的菜 你只把其中的香菇拿掉 改成竹笋 你跟他讲非常好吃 我们就吃这个 你要多少钱 我们还是原来的钱 要加钱也可以 结果那服务生当然不敢跟客人顶嘴啊 对吧 反正他们就回去 就真的把那菜端出来 我朋友非常得意 他说我在家自己都这样做的 那现在外面吃 我就叫他可以这样做 这是一道新菜 我免费教他 就吃起来 真的蛮好吃的 这就是顾客的至尊啊 你不要人家给你吃什么 我一个朋友更厉害 可能是富二代 到什么店里面店 他说给我做一碗炸酱面 人家没炸酱面啊 炸酱面谁不会做啊 他不做炸酱面 他还能开店吗 他 人家就做一碗炸酱面给他吃 我朋友里面充满这种奇特的人物 我们去都说 老板那个三饱饭 对吧 人家要什么 我们吃什么 有些人不是这样 当然也不是去刁难别人的 到时候被围殴致死啊 你还不是警察 那很麻烦呢 你还闹的吗 你 好 就包曼的这本书叫 异态之爱 论人迹纽带的脆弱 两个人翻译的 这就是我看不太懂的书 看不太懂 这本书要讲什么 不是说每一句话都看不懂 有些东西我掌握得住 那异态的爱就表示 这个爱像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那这个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有人叫塑胶爱 plastic love 开玩笑把它翻成塑胶了 就弹性 那最后这个礼拜就回顾前瞻了 回顾前瞻只是做一个这个调整 万一教得比较慢啊 或教得比较快啊 然后最后就是考试 期末考呢 如果你没看过我的考试 网路上有 社会学那门课有考试 对不对 还有爱情与历史理论有 爱情社会学的时候 因为征求学生同意 因为考试你每个人得上台 得面对镜头 有的人拒绝 爱情社会学的时候 有五个同学拒绝 好说歹说 还买了面具 说要不然你戴面具吧 那第一次录影嘛 我希望玩得开嗨一点嘛 你就戴面具 他也拒绝 说那声音那我们变声嘛 对不对 你要那个柯博文声音 我们就用柯博文声音嘛 对不对 随便你 结果都拒绝 所以第一次就没录 后来一百二十几个人的堂课 竟然没有一个人拒绝 所以你们可以拒绝啊 一个人说不我就不录啊 全部人都Monday Blue 都录了 没有Monday Blue 所以就录啦 所以后来几乎没有碰到问题 有人还很爱线呢 那天还化妆的漂亮亮亮这样 所以最后一堂课会录影 然后我的期末考很特别 我的期末考特别的想申请专利 我的期末考让你们分享各种不同的经验 第一个作为考生 第二个作为主考官 第三个作为送礼人 第四个作为收礼人 第五个你可以在那时候 就知道你最学习成绩 一个考试能完成那么多目的 然后你还可以把讲义看 我觉得这么聪明的办法 这个人站在讲义上的时候有点可惜 我不是夸张的啊 虽然进行过一次以后 你觉得没什么稀奇的 我已经进行过N变了 那天是我完全不用做事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里 然后看大家考试 那种舒服的感觉 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 然后我可以验收你们到底学到什么 你没学到什么 我还有机会在最后教你 最后一次教你 这就是这堂课大概的情况 有问题吗 有问题赶快问啊 不要到时候再一个一个来问我啊 那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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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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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态之爱也许你们会很喜欢 我知道有人非常喜欢那本书 学生里面 因为有写过作为心得 那本书我不喜欢 但我不因为我不喜欢 我就把那本书评得很低 我不会说你一写那我就 不会是那样 什么C起跳 那是我做不到的事 那那个鲁曼的书 如果你是很有心要挑战的 你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不要说我没有警告过你 这东西念书跟登山差不多意思 你如果平常没有登山的习惯 你一下就要去登什么 珠穆朗玛峰 那你煞雨而归的机会非常大 你要登山 你就要先从什么象山开始爬起 懂吗 要有一点循序渐进 念书也是一样 该循序渐进 从比较容易的时候开始念起 你们时间还很长 有一天你会 如果真的有心意 有一天你会念到 我现在看不懂东西 你会看得懂 有些书我念了二十年 有一天忽然间懂了 有些书念二十年还没懂 好 那个有时候不是跟资质有关 有时候跟那书的内容有关 所以其他的书请你不要念 跟这本课没什么关系的书 比如刚刚有举到爱的艺术 那个在爱情社会学念可以 像我刚刚介绍这本 我学姐写的书 大概不用在这个学期念 你有空你自己去念 有的时候出版社出书会找我写推荐 或找我推荐 有学人就问过我 问得非常直 说老师 你推荐的书都你看过吗 我说同学 是的 我看过 我说同学 你知不知道 有些出版社找我推荐书 我没推荐 我没推荐几个原因 第一个没时间看 不是因为那书不好 我没时间看 有些出版社的人呢 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要出版了 要出版了两个礼拜 才写信给我 两个礼拜 如果那两个礼拜没事 我还可以帮点忙 如果出版社的编辑 就是我学生 那本人本着一日为师 终身服务之精神 不是终身为父 终身服务之精神 那我会卖命啊 表示说你看 孙老师我请得到 你们千万请不到 因为他是我老师 懂吗 时中之间要互相牵连一下 那除非是这样 不然的话 我通常两个礼拜之内 我都 我说你要给我一个月时间 我不是今天放下来 我就马上看 那有些 所以有些时间问题 第二个是内容问题 跟我不相干的小说 我绝对不推荐 我跟阿基斯一样 推荐的都是我专场之内 所以我不推荐的书 那你们不会知道 因为出版社不会写 孙中心不推荐这本书 搞不好这样写会卖得更好 我也是问过一个出版社的人 说我推荐有用吗 他老师有些书你推荐有用 我说那谁推荐的书最有用 蔡康永跟侯文永 这两永推荐书都非常有 都非常有 你们有多少人看买书是看推荐的 谁推荐就会去买 来我看看 没有吗 我每次跟他讲 我们学生不是这样 他老师你们台大学生不一样 他们都不看书的 这是好事还坏事啊 好那还有别的问题 有关这个图书心得 那个 我们再把那个交作业时间确认一下 请搬到第三页 认识同学作业在十月最后一个礼拜交 所以你有差不多一个半月时间可以 如果你决定要修这门课了 你就开始要跟同学想三个问题 然后把它回答记下来 那至于你用什么方式呈现 一定要纸本 我不收电子档 要纸本 OK 老师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 再多看了我会完蛋 所以记住要超过全班半数以上 才算及格 那全班半数会多少不知道 我大概下礼拜或什么时候会提醒一下 大概如果你看这教室 这教室大概多少人 七十 七十人 所以你大概要做 如果下礼拜来还做满 你大概要访问到三十五个人以上 旁听的也可以 懂吗 只要在这教室做的 你把它反正像照相来就可以了 不要批图 懂吗 不要批图 我懂的 我不会抓你 但是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了解吗 你要修这门课 要有这个了物 你愿意花时间 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 OK 这不是浪费你生命的 任何作业 你觉得没有意义 可以来跟我 argue 我同意了 你就可以不要做任何作业 任何作业你做过了 可以不要做 认识同学不行 因为认识同学 这些人都信任 访 参观过 小海城隍庙跟龙山寺的人 可以免做这个作业 因为有人 我大概记得一点面孔 你可能做过 在我爱情社会学 爱情历史社会学 都要去做这个作业 所以有人已经做过 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去重访 发现跟几年前的不同 那我特别佩服你 如果其余根米粉没吃到 这次可以去补一下 我拿到多少股份呢 一定还有别的小吃的 吃到好的也跟我讲一下 我自己下次去一下